本视频由编外书制作 陈情穿越 第一集 魏无羡感觉到周围安静的可怕 便已经知道此处有埋伏 果真没过多久 魏无羡便看到金子勋带着一帮人过来 魏无羡 金子勋咬牙切齿 看着这个穿着黑衣服的人 终于等到你了 魏某可不知道金公子为何在这等我 魏无羡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眼神却冷冰冰地看着这穿着金衣服的人 这种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哼 看起来你是不知悔改了 金子勋抬抬手 让他们放箭 温宁一直在周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魏无羡 如今的魏无羡没有金丹 而刚才魏无羡试着使用运气 召唤周围的凶狮 却发现没有用时 也知道了 这周围没有任何凶狮可以使用 怎么 想使用凶狮 金子勋一副料到魏无羡想做什么的样子 早在你到来之前 我就已经清理过这里周围的凶狮了 魏无羡正想吹陈琴的时候 突然抬起头看向天空 天空上莫名多了一个很黑的洞口 而且像是缺了一口一样 这 这发生了什么 金子勋慌张极了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立刻转头看向魏无羡 魏无羡 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魏无羡一副不想搭理的模样 继续抬头看向天空 可是正是他这副模样 导致金子勋更气了 还未开口说更多的话 却发现这个裂痕有一点 在场的所有人都拿起自己的武器开始防备 生怕倒霉的是自己 没过多久 这个裂痕变小了 而且掉下了 一个人 不过这个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惨叫 他惨叫声太严重了 耳朵要聋了 啊 肖战掉下来之后 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穿越 而且穿越的还是自己现在正在拍摄的陈情令 仔细看看周围肖战判断这应该不是陈情令 而是援助魔道祖师 因为这里的剧情和陈情令的剧情不一样 肖战之所以知道是在高空中上看到的只有魏无羡等人 没有看见躲在暗处的宿舍 但是这些还仅仅是肖战的个人判断 更多的情况还是要从长记忆 在肖战掉下来后 场面是一片寂静 魏无羡看着这个长得和自己很像的人也很是沉默 这会不会是他父母生多了一个 而他不知道 金子勋在看到肖战后 瞬间就想到了什么 勾起了笑容 默默走到肖战面前 肖战知道金子勋这个人在援助中的品行 所以金子勋前进 他就后退 金子勋注意到这一点 皱起了眉头 怎么 本公子是洪水猛兽吗 何止 我简直想永远都不要见到你 因为我会恶心 可是这样的话 肖战是不可能会说出口的 他很怂 他出生在一个法治社会 是一个没有什么武力的普通人 突然穿越到一个到处都是危险的世界 是一个正常人都会害怕好吗 更何况 之前看完原著之后 他还会去看同人文 特别是Loffer上的同人文 特别经典 超级好看 但是没有人和他说过 出演陈情令的主角之一 有可能真的会穿越到原著里啊 肖战突然想到 刚才金子勋在和自己讲话来着 说什么来着 想起来了 不过这个时候应该抱好主角大腿 所以 金子勋对不起了 肖战沉默片刻道 确实如此 金子勋瞬间气急了 正准备砍肖战的时候 魏无羡突然出手就吓了肖战 肖战随即向魏无羡表示感谢 魏无羡摆了白手 拿着陈情 看着这一群金家人 眼瞳中红光涌现 肖战明白了现在的局面了 如今是看似是魏无羡掌控全场 可是肖战知道 魏无羡的现在的轨道 可谓是力不从心 毕竟无论是援助还是陈情令 都是在不断铺垫 魏无羡在后期会失控 而且 这里应该是穷奇道 但是金子勋迟迟不出现 让人有点怀疑剧情的发展 正想着 该如何打破这局面 不让魏无羡使用轨道的方法时 之前一直心心念念的金子勋 终于出场了 一眼看过去 真的很像魏无羡说的孔雀开评 特别是他身上那一身傲气 让人有点手痒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金子勋来到这里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阻止他们 一切等他儿子的百日厌过了再说 还能做什么 你没有眼睛看吗 魏无羡脸上满满都是讽刺 明明是他们发出来的邀请函 结果在这里围剿他 魏无羡 你给我冷静 别在这里使用轨道 金子勋警告完这边又警告那边 你们若是再惹是生非 我可保不了你们 金子勋在看见金子勋来到这里之后 自知理亏 但是他身上的千疮百孔可没有解 这个他可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现在 你们都不准再打架 快点去精灵台 金子勋拿出了自己当少宗主的气质 一切等到精灵台再说 还没有等其他人拒绝 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裂痕 远远看过去 有两个小黑影要掉出来 看来这次要掉出来人的人 有两个 但是有一个掉得比较远 有一个掉得太近了 掉得太远了 那个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太近了的这一个猝不及防地 压到了金子勋 金子勋完全不知道有这一出 至少在被压倒之前 他还是很猛逼地看着天空上的裂痕 至于其他人为什么不提醒他 那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居然还会继续掉人下来 而且他们的来历不明 更关键的是 他们长得和一些人很像 比如说之前倒下来的那个人 长得很像魏无羡 现在掉下来的这个人 长得很像金子勋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曹玉成一脸猛逼 上一秒他还在工作 下一秒他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 看现在的情形是他察觉到了这个人很重要 不然周围的人那个神情这么微妙 左望右望 先把自己底下的人到人拉起来之后迅速道歉 可能太过于紧张 然后木然之间看到了肖战 动作迅速地见到了肖战旁边 站好之后看到了自己拉起来 人长得十分像自己 再看看周围的环境 他 懂了 曹玉成默默地小声对肖战说 这个绝对是幻觉吧 不会真的是阿令吧 肖战也默默小声地说 应该不可能 阿令拍的片段不是这样子的 我比你早来一点 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魔道 曹玉成吸了一口冷气 阿令还好 但是魔道比阿令更恐怖啊 肖战心里默默地说 我怎么会不知道 正是因为恐怖 所以自己现在都没有自我介绍 金子轩起来之后 看着那个掉下来的人 他长得十分相似 这该不会又是他父亲的私生子之一吧 你 是哪位 金子轩皱了皱眉头 看你容貌跟我讲得十分相似 你该不会又说父亲的私生子 曹玉成一听这三个字 顿时气急了 他出生在一个法治社会 他的父亲可不像他的父亲那样 根本不存在私生子之说 如今被人说成他是私生子 谁不气 哼 你父亲又不是我父亲 我怎么可能是私生子 曹玉成撇开原先砸到他的愧疚 对了他 那我就很好奇了 你和你旁边的那个 为什么长得很像 我和魏无羡 金子轩一针见血 听到这个所有人都看向了他们两个 魏无羡原先护着肖战 是因为他的疑惑并没有解除 而且根据他多年的判断 这个人估计对他没有恶意 但是既然有人把疑问提出来了 那他更想知道 这两个人会怎么解决这个疑惑 原先他还以为是他爹娘又多生了一个 但是他不知道 可是细细想来 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原因很简单 如果早些年出现的话 他还可能会相信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突然从天空中掉下来了 那么这个假设就根本不成立了 肖战看似从容不迫 其实心里慌得很 各位好 我们和你们来自不同的世界 在我们那个世界里没有金丹 也没有灵力 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平凡人 什么 金子轩率先感到不可思议 不同世界的人居然来到他们的世界 而且长得有点像金子轩和魏无羡 更重要的是 他们那个世界竟然没有金丹和灵力 那我们 魏无羡漫不经心地转着陈晴 好像这件事情并不重要一般 但是你细细看他似乎握着陈晴很紧很紧 有一种如果陈晴拿开的下一秒 他的手就会流血一般 金子轩也只是一瞬间的惊讶 下一秒就收起来了 继续听着他讲 肖战赶忙打断他们的话 你们都不会惊慌 你们这个事情和我们说世界不同 我们那个世界就是那样 曹玉成他不会让肖战一个人孤军奋战 他率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长这么像的原因 各位好 在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我和肖战是在拍摄陈晴令 介绍一下我是金子轩扮演者曹玉成 我旁边这位是魏无羡的扮演者肖战 魏无羡顿时上前两步 按照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那个世界的一个画本这样的世界吗 那么我们算什么 肖战在先前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更是拿出了原先就准备好了说辞 按照我那个世界很说法 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但是你要相信 你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我们会誓言你们 那是因为我们那个世界的他们 非常热爱你们 因为热爱 所以才想让你们更加鲜活 不是呈现在画本上的 曹玉成也跟上去解释 在我们那个世界 誓言你们的一生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事业 或者说一种工作 但是对你们来说 却是不太好的一生 但是请你们相信 因为热爱 所以才想要把画本上的你们 全部都是演出来 从而让更多人见证你们的一生 同时肖战特别庆幸自己 在拍摄陈情令 还穿上了戏服 不然穿着现代的衣服 在他们中间处得很尴尬 穿着现在的衣服 只能更明显地告诉他们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虽然都要解释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再多解释一个 为什么他们穿的衣服 会这样暴露 真的很难 因为在他们那个世界 这样的衣服 根本就不算暴露好吗 金子轩和魏无羡 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会把这话 说得很漂亮 而且还这么动听 并且现在他们知道 他们至少在另外一个世界 被别人热爱过喜欢过 这就够了 曹玉成感觉自己 还得再补充一下 于是双手插着腰 慢慢道 撇开我们那个世界不说 在你们的世界里 你们是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感受 以及自己所经历的所有东西 甚至你们还有自己亲人 家人和爱人 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 并非是我们能够取代 肖战听到这样的话 默默地点了点头 也跟着他补充了一下 所以请你们相信 在我们的世界有着热爱 喜欢你们的人 你们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我能感受得到 他们的热爱 是那么的真实 那么的真挚 魏无羡深深地深呼吸了一下 闭上了眼睛 沉默了一回 金子轩写的这一戏话震撼到 半想也说不出话来 金子轩 呵 这个时候谁关注他 曹玉成看着他们 一副沉思的样子 默默地走到肖战身边 刚刚我掉下来的时候 好像看到还有一个 和我掉下来的人 肖战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 好像确实是这样子 我想按照套路来说 应该是这里有谁 扮演的人就会掉到这里 而这里有魏无羡 金子轩 金子轩跟温宁 曹玉成不可否认地点了点头 他们两个 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点 那就是 有修为有精丹的人 他们的听力非常好 像这种不做任何防射 只压低声音来讲的悄悄话 他们还是能够听得到的 更何况 他们两个好像是可疑人物 当然是要多多听一下 他们凑得这么近 是在讲了些什么 因此 先前的悄悄话 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他们这种世界 还分魔道和阿灵吗 这两个人并没有把话说完整 而这次的悄悄话 居然 所以说 为什么是他们四个 金子轩不可察觉地挑了挑眉 但是看了看现在的情况 还是不太适合问这样的问题 魏无羡突然想到 自己手上还拿着送给精灵的礼物 冷冷地开口道 去精灵台吧 在穷奇道的另一边 有一个人缓缓地爬了起来 他慢悠悠地 看着周围那一片环境 心中频频点头 这很明显就是穷奇道嘛 晨岛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见得这么好 但是走到了几步 却发现周围根本没有任何的摄像头 而且自己 好像还是从洞里掉出来的吧 于斌摸不着头脑 现在这情况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如今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于斌慢慢地摸索周围的地形 确定了自己可能不在原来的世界 来到了陈情令 或者魔道祖师的世界了 但是 究竟是魔道祖师 还是陈情令这个 还有待确认 毕竟陈情令 还是从魔道祖师改编过来的 但他还是由衷地希望是陈情令 因为魔道祖师 可比陈情令危险得多 他这个人是很心灵的 不过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 来到这里 本视频由编外书制作 陈情穿越 第二集 他说自己从那个洞口中掉出来的时候 好像还听到了另一声尖叫 下面还有不少人站在那里 难道说其他人也来了 那也就是说 有人深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这一帮兄弟都搞过来 究竟是谁有这么逆天的本事 这个时候 无论心底有多少猜测 都一直死死地压在心里 如今看来还是先到精灵台再说吧 而魏无羡那边 可谓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原本他们确实是打算前往精灵台 可是这里距离精灵台 还是有点距离 按理来说就是应该预见过去的 可魏无羡死活都不肯同意 他就是要不行 引起金家人不满 两方险些吵了起来 是肖战和曹玉成一起奋力阻止 两方才没有吵 曹玉成心里非常无奈 他知道为什么魏无羡不肯预见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其实预见是最好的 不过转念一想 如今还是能瞒则瞒 但是我们的到来是瞒不住的 而且 依照他们的警惕性 并且根据他们对这些角色的理解 绝对会有信任的人 所以瞒是瞒不住的 只不过能瞒注意事罢了 肖战无奈极了 他索性把安抚金家人情绪这个任务 交给曹玉成 然后把魏无羡拉了过来 就是想要两个人谈一谈 大家都很识相 现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让局外人好好和魏无羡谈会比较好 不然两败俱伤 就不是他们想要的结局 当然这是金子轩的想法 其他的金家人 不过是碍于金子轩在场 没有吵起来罢了 魏无羡见这个人从一开始的掉下来到现在 很明显就已经知道他是谁 也知道他修了轨道 可是却没人流露出任何的害怕之情 让魏无羡感到很是惊讶 心情也有点高兴 肖战可没管魏无羡现在的心理活动 他只知道现在一定要好好和魏无羡聊聊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也知道我让你过来是做什么 此番我便直接进入主题 肖战不紧不慢地看着魏无羡 眼睛里满满都是商量 没有任何的惊慌 这种眼神让魏无羡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肖战知道魏无羡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说话的人 不过是因为修了轨道之后 变得有点敏感罢了 只要你对他好一点 没有恶意的话 他就会放下他的戒心 愿意和你聊一聊 肖战深呼吸 带着点忐忑的心情开口 我知道你的秘密 不 应该是说我们这些掉下的人都知道你的秘密 魏无羡听到后面的半句话 皱了皱眉头 你的意思是除了你们两个 还有刚才那个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那个还有其他人也 肖战点了点头 想到了什么又摇了摇头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除了我们两个 还有刚才那个不知道掉哪里去的兄弟 还会不会有人过来 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我想很快就会证实这个想法了 魏无羡眉头紧锁 也意识到了什么 如果说这两个掉下来的人 长得很像我和金子轩的话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掉下来的人 就一定会长得像我们这里在场中一个 如此这么推测的话 精灵台那边岂不是 肖战看见魏无羡这样的神情 就已知道他大概猜到了什么 也是 以他的聪明才智 怎么会猜不到这些关联 看来你也猜到了什么 不过我们现在的话题 可不是这个 肖战急忙把话题转了回来 你不好奇 我知道你什么秘密吗 魏无羡手中一直转着陈情 眼底里也没有任何情绪 一直看着肖战 肖战被这么一钉头皮发麻 深呼吸 一口气开口道 我知道你没有金丹 魏无羡手中的动作顿时顿着了 肖战已经明白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但却没有结束话题 反而是转向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待会儿我会说我们两个有恐高症 不适合遇见飞行 而且我们还有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借此来威胁他们 应该说利用他们 这样就不会暴露了 肖战自认为是个善解人意 如今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善解人意了 魏无羡点头致谢 哪曾想到在之后金灵台的路上一言不发 反而是一直看着他们两个人 这边的曹玉成跟所有金家人都特别沉默 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 只是金子轩频频看向曹玉成 曹玉成被这炽热的眼神一钉 更加不敢搭理金子轩 倘若自己现在去和金子轩讲话的话 一定会被在场的所有人听见 因为在场的人都是修真者 关于这个修真者听力很好的这一设定 他也是现在才想起来 先前着实是太过紧张了 也是 任谁突然之间穿越到陌生的世界 谁不会惊慌 就算不会 那也只是表面淡定罢了 就像现在的自己和肖战一样 我们俩只是表面淡定 心里不知道慌成什么样了 曹玉成见肖战和魏无羡谈好了 便已知道谈判结果 毕竟只要是看过原著的 一般都是下意识的 想要隐瞒这件事情吧 而现在最好就是用他们两个作为借口 让所有人都走路过去 什么借口呢 就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世界的人 我们恐高 这个借口既强势又让人无可奈何 毕竟他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个世界 那个世界的规则会怎么样 想要保证我们两个的安全 又想从我们嘴里得到信息 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果不其然 把这借口说出来之后 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同意了 除了一开始的魏无羡谈和早就已经起疑的金子轩 还有一肚子火的金子轩 不过三个人都异常沉默 一句话也不说 导致其他的人更不敢开口讲话 以至于一路上所有人都非常沉默 气氛陷入尴尬 直到他们花了一段时间来到了精灵台之后 发现这里相当热闹 金子轩皱了起眉头 他记得他先前离开的时候 金灵台可没有这般热闹 难道金灵台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论大事 恐怕也只有 金子轩默默地把视线挪向肖战和曹玉成 只不过又很快一开了视线 说真的 看着和自己很像的人 还有很像魏无羡的人 总觉得有一种诡异感 肖战和曹玉成 不知为何突然之间读懂了金子轩眼里的情绪 心底里既好笑又无语 哪曾想到最后居然是魏无羡开口 所有人才突然之间从自己的思维中出来了 走吧 去了就知道了 肖战剑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点头之外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上精灵台了 他默默地叹了口气 明明这上面是一个很可怕的修罗场啊 特别是那个外表看似高冷 其实内心是一个爱撒娇 长长嘟嘟脸的小朋友 王一博今天原本是没有他的戏份的 他只需要在一旁休息 等待着他们拍完 然后就能接他的站得回家了 可是突然之间精神一恍惚 然后莫名其妙地从一个洞口中掉出来 再醒来时就发现自己被一群人围着 跟看个猴子似的 这种感觉着实不妙 王一博立刻就蹦了起来 环顾四周 发现他们都穿着古装 而且大部分都是穿着金色衣服的人 这穿着很像 蓝灵金饰 随即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公子走了出来 那个公子看上去超级温柔 而且他旁边有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白衣男子 王一博一直盯着这两名白衣男子看 在他盯着他们两个看的同时 两名白衣男子也在看着王一博 最终打破沉默的 还是那个比较温柔的白衣男子 这位公子 我关你和旺姬长得像 请问你是 王一博这才反应过来 行了一个礼 在下是王一博 在他做完自我介绍之后 周边的很多人都开始讨论了 王一博 这王氏好像没有这号人吧 这人是从天而降的 他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见他们讨论得越来越离谱 蓝西辰在一旁道 诸位该收声了 如此 周围的讨论声才平静下来 我虽不知道我为何会来到这里 但我来到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 待我查清之时 便是我离开之时 你们不必这么惊慌 王一博有点讽刺地看着周围的人 他们被这么一钉 顿时想说话 可是想到刚才泽吴军说的那番话 又不满地闭上了嘴巴 既然如此 公子随我们走一趟吧 蓝西辰道 王一博看现在的情形 只好如此 本想点点头 但突然之间 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大洞 又掉下来了一个人 王一博动作迅速地 立刻来到掉下来的位置 把那个人翻过来 那个人的容貌立刻显现出来 是刘海宽 海宽哥 王一博很紧张地去摇 毕竟这就是他第一个出现的同伴 他不想孤零零的一个人 去面对这么多人 他是一个慢热型的人 快醒醒 刘海宽原先困得要死 突然之间 有种下沉的感觉到后面的痛觉 让他根本不想睁开眼睛 可是一直在摇他的人 似乎并不放弃 最终 他只能无奈地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王一博 一博 怎么回事啊 我很困 刘海宽揉了揉眼睛 站起身来 刚醒来时 视线有些模糊 渐渐地 他看到了周围一片寂静 甚至还有一片人都穿着金色的衣服 特别像菩萨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似乎穿越到了阿灵或者 王一博不知道该不该把那四个字说出来 如果说出来的话 魏无羡可能就有点危险了 毕竟他们会怀疑 这件事情是魏无羡干的 你是说穿越 刘海宽震惊地盯着王一博 突然之间 他转头扭向了一直盯着他们两个的白衣男子 刘海宽的眼睛顿时瞪大了 那个温柔的白衣男子 虽然和他长得不是很像 但是隐隐约约能看到他的轮廓 但是这个白衣男子旁边的那个面贪脸的白衣男子 和温柔的白衣男子 长得更像 在阿灵中 蓝西尘和蓝忘基 只是有几分相似 但是在魔道祖师的设定中 蓝西尘和蓝忘基 他们是有七八分的相似度 有些人还会说 他们两个若不是气场和性格不同 绝对是双生子 这究竟是什么的情况 刘海宽有点崩溃 他紧紧地抓着王一博的手 面色苦涩地盯着王一博 眼睛里满满的是求助 王一博自然是没有办法帮助刘海宽的 他现在自己也慌啊 蓝西尘看了看这个情形 估计是没有人再掉下来了 现在还是先进去的好 诸位 我们先进去吧 王一博和刘海宽对视一眼 动作迅速地跟在蓝西尘的身后 毕竟魔道祖师里面可恐怖极了 他们还是比较惜命的 跟在有实力 能够保护他们的后面 有种安全感 再加上蓝西尘在原著 还是在阿灵的人品 还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自然不会担心蓝西尘会伤害于他们 蓝旺基从头到尾都是一直沉默地看着这两个人 他不觉得这两个人长得和我们有几分相似是巧合 而且他们似乎知道些什么 他们在紧张在害怕 之后他们一群人到达金灵台的时候 所有人都能听得到有人通报给金光善说 宗主不好了 不知为何外面有长得很像将宗主 聂宗主聂二公子 还有金妇人脸方尊的人 煞世间 所有的人下意识都看向长得有着三四分相似的两个人 王一博和刘海宽 被这么一钉 总觉得大事不妙啊 去把他们带过来 金光善看着现在这般情况 便知道这群人可能很重要 还是带过来为好 几位可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蓝西尘摇了摇头 金宗主 我们也是刚刚遇到这样的情况 金光善自认为善解人意道 既然如此 那还是把人带到了再说吧 蓝西尘 说的也是 蓝望鸡这边可能就不太友好 王一博也不知是怎么了 突然之间鼓起勇气 走到了蓝望鸡身边 对着这个看似高冷 其实有点猛逼加一些防备的蓝望鸡说 请问你们现在是做什么 蓝望鸡不可察觉地皱了皱眉头 此处是精灵台 王一博翻了个白眼 无奈道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精灵台啊 你告诉我 你们是要做什么吗 刘海宽也走到一旁附和道 韩光君还是告诉我们吧 我们或许知道些什么 蓝望鸡正准备开口的时候 突然人群中开始躁动了起来 真的很像 哇 那个江宗主 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温柔的感觉 我跟你的感觉不一样 我总觉得聂二公子好像不是玩世不恭的样子 你们都注意这里吗 我看到的第一眼就是聂宗主 这个聂宗主好像没这么大的傻气啊 哎 你们不觉得那个脸方尊的笑容很甜吗 原来你也觉得脸方尊的笑容很假 反而是这个脸方尊的笑容又甜又真 脸方尊旁边的那个女子应该是金夫人江艳离吧 你们难道不觉得他们这一群男生都默默围着金夫人 好像是在保护她的感觉 你才意识到吗 我从一进门就发现了他们的站位了 这边的人议论纷纷 根本就没有要停的样子 金光扇看到他们就一群人的时候 顿时皱了皱眉头 他总觉得计划不容易实现了 这群人一定是他的绊脚石 本视频由编外疏童制作 陈情穿越 第三集 蓝锡城惊讶地看着这一群人 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 原本还算雅正的王一博和刘海宽 立刻冲到他们一群人的面前 紧紧地抱在一起 嘴里还嚷嚷着 还好遇见你们 大家都是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啊 轩露在一旁默默看着几个抱在一起的男人 默默从兜里掏出手机 把这幅画面默默地拍了下来 吉里紧紧地抱着刘海宽 拍了拍他的背 我掉下来的时候 其实挺慌的 但是我看到他们 我就不慌了 别担心有我们在呢 要死一起死 王一博猛地拍了吉里的脑袋 滚 我们不能这么悲观 吉里抱着受伤的脑袋 默默看向王一博 他知道现在的王一博还没出戏 所以也不能怪他 但是误伤的人是他 受伤的人也是他业 吉里默默地看向聂怀桑 眼神里满满都在说 你看你的大哥 再看看我的大哥 真是一个好大哥呀 聂怀桑也不是 是从哪里感应到的超声波 反正就是看懂了这个眼神 他非常果断地用眼神回答 那是也不看看我们的大哥 是有多厉害 揍你几下是应该的 吉里瞬间想要吐血 什么鬼 仗着刚才打的人不是你自己 是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 就很得意 是吧 聂怀桑挑了挑眉 也没有否认 吉里冷哼了一声 接下来他就完了 轩路由于没有被两人抱住 而且 他还是算是蛮自由的 他默默地 走到江艳离的旁边 悄悄地对他说 你好 我是轩路 江艳离面对这样的情况 也没有慌张 就算是刚开始慌张了 现在所有的情绪也收敛了起来 姑娘找我何事 轩路也没有瞒着他 这件事情 他终究还是要有知情权的 但在知道这些事情之前 江艳离的回答一些问题 他才能告知一切 不然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告知 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轩路看了看周围的景 这里应该是精灵台 但是精灵台的剧情有好几个 他不太确定 这个精灵台是哪个剧情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 现在江艳离在这里 那么剧情就没有进展到最糟的那个情况 再者 这里也不确定是不是陈情令 如今是阿玲的满月席 江艳离用着温柔的眼光 看着他怀里的孩子 阿线被我们邀请过来 可是现在还没到 轩路在听到这一席话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好了 快 我们要离开精灵台 快点去穷奇道 必须赶紧赶过去 阿姐 这是怎么了 汪卓成很是疑惑他不明白 轩路怎么会一下子情绪这么激动 阿城 阿线他 有危险 轩路突如其来的入戏了 这个阿线一语双关 既指肖战 也指魏无限 什么 阿姐你 这里该不会是穷奇道的剧情吧 汪卓成忽然之间想到了这个时候 恐怕只有穷奇道剧情 这更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都这么热热闹闹的在这里吧 你们大可不必担心 朱赞锦默默在一旁道 既要我们都在这里了 那么他们也应该在那里了吧 可是他们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 王一舟立刻反驳道 就算遇到危险 我们和他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难道不会被拉过来吗 朱赞锦默默地看向了金光瑶 然后又对着他们说 我想他们两个的智商应该不会被干掉的吧 再加上 那两个的武力值我想也不允许啊 这么说好像也是哦 王一博想了想那个画面觉得这句话 好像也挺对的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们 告诉 为什么不告诉 吉里在这里严肃地说 蓝忘机在一旁听到这番对话 顿时竖紧了眉头 王一博非常严肃 义正言辞地对着蓝忘机那张面无表情的脸说 现在立刻马上建议你去穷其道 你老婆在那里有危险 在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 现场一片咳嗽声 吉里着实没有想到 王一博这么勇敢 也不知道在古代知不知道老婆是什么意思 老婆是何意 蓝忘机看着这咳嗽的一群人 感觉这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这个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王一博耸了耸肩 无所谓的样子 着实让人想打他 蓝忘机开口又问 是卫英吗 王一博打了一个响指 正解 蓝忘机听罢 转身就走 王一博见状 连忙喊住蓝忘机 韩光俊 别走啊 虽然但是有危险 他能解决的 我们要做的 就是等他们过来 蓝忘机皱眉 似乎有些不解 为何卫英有危险 告诉他了却 不让他去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 讲不清楚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他有危险 但是他能解决 我们需要等 不止你要等 我也要 我也在等我很重要的人过来 蓝忘机深深地 看了王一博一眼 最终还是收回了 前往的脚步 安静地坐着 等着卫英前来 而另外一边 则有些混乱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王一博在这里 一脸猛逼地看着大家 虽然王一博先前的话语 让他也咳嗽了 但是该疑惑的点 还是很疑惑 没干什么 我们在这里发呆啊 汪卓成很诚恳地建议 看看这些 和我们长得很像的人 再看看他们究竟是谁 我们有很好的话题可以聊 王一博沉默了一阵 想了想 你这么说 好像也是 那我们就各自站到好吧 朱赞金也欣然同意这个意见 我想 他们应该很快就能解决 并且过来的 我们要对他们有信心 按照以往的套路来说 我们在知道 这里是精灵台 并且这个剧情是满月席的时候 应该是要很慌张地去找他们的 可是我们现在这里悠哉悠哉的 等他们过来 试个剧情进展的 真的是太棒了 宣露总结了一下他的想法 虽然这么说也没错 但是我们对他们 是相当有信心的 集里看了看刘海宽那困得要死的样子 超级无奈地摇了摇头 谁叫他睡那么晚呢 都说了 让他不要跟三哥一起去打游戏吃鸡了 结果他还舍命陪君子 现在好了 困得要死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在这里慢慢等着 汪卓成看了看这个满脸疑惑的江城 随即再对他的小伙伴们说道 我现在只想拿出我的手机 好好刷一刷视频 或者听听歌什么的 现在这个情况 让我的脑子有点混乱 王一博相当无奈地叹了口气 虽然他战歌肯定没事 但是这动作也太慢了吧 现在还没有过来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是可以唱那首歌 刘海宽忽然之间醒了 对着大家兴奋地说 好嗨哟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好嗨哟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噗哈哈 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出来 真的没有办法顶着这样一张脸 还唱着这样的一首歌 着实不难笑出来 可是在场唯独只有蓝氏双臂没有笑 因为这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二哥 你真的太厉害了 朱赞锦伸出了手 给刘海宽一个大大的赞 刘海宽唱完歌后 一脸猛逼地看着大家笑得不可开交 然后又默默回想起自己刚刚做的事情 顿时想要给自己挖一坑 把自己埋起来永远都不出来的那种 刘海宽看着这些人 居然之前不叫醒他 然后自己准备清醒的时候 突然之间讨论什么问题 让他瞬间想到了歌曲 随即他就唱给大家听 他没有想到现在是在精灵台 但是一时间又没反应过来 刘海宽对此无奈叹了一口气 纵容了一下他们 蓝旺鸡虽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讨论这些 而且信誓旦旦地认为 他们的伙伴并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有一点相当的明确 魏英他可能遇到了危险 然后他们的伙伴也会有危险 不过他们能够化险为夷 所以他们不担心 并且 这个叫王一博的公子 和自己说的那段话很奇怪 还让自己自己理解 所以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蓝旺鸡手指微微蜷缩 反复倒在心里揣摩对方 这个该法回云深不知处后 家归三变 但王公子身边 那个公子刚才唱的歌 着实太不像话了 蓝旺鸡在心底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正准备出去等的时候 看见了一群人的身影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两位黑衣人 这两位中 有一个是自己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蓝旺鸡缓缓加快自己迈开的步伐 来到了魏无羡身边 魏英 魏无羡摆了摆手 蓝湛 我没事 蓝旺鸡点了点头 随即把目光一向的那个跟魏无羡 长得很像的人 蓝旺鸡被蓝旺鸡的眼神一钉 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他战战兢兢地伸手说了一句 嗨 嗨完以后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太傻了 哪有这样打招呼的 蓝旺鸡用着他那面无表情的脸 以及那冰冷的眼光对着蓝旺鸡说 这位公子 你的同伴们都在里面静候你们 肖战愣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他就知道他那一帮同伴们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估计乱葬岗那边也有情况了吧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里面那个小朋友 心情估计相当差劲啊 这该怎么哄 王一博也不知是怎么的 反正就是突然之间走出来 然后一把拉着肖战走进去 这一系列动作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王一博 一博 狗仔仔 肖战被王一博拉得 亮亮呛呛地走进去 着实这首真是太疼了 估计已经有瘀青了 战哥 王一博微微笑了一下 待会儿我们两个 要好好谈一下好吗 肖战果断地点了点头 要等独处的时间 恐怕就只有处理好这里的事情 跟着魏无县 一起去乱葬岗才有了 看来我们这里的人 暂时是先到齐了 虽然不知道 还没有其他的人 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这里 或是在别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先解决一下 这里的情况吧 汪卓成果断地提议道 这一句话说得不错 吉里相当赞同地点了点头 兰西城此时此刻 见他们这么说了 便觉得是时候了 诸位公子 还有这位姑娘 你们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你们怎么 虽然话没有说完 但是在场的诸位都知道 后面的话是什么 只不过 碍于兰家的家规 并没有把话说全罢了 肖战经过自己脑子里的一波分析 他认为这里应该不是阿灵 绝对是魔道祖师 这一下可完蛋了 魔道祖师究竟有多危险 他们还是能知道多少的 毕竟阿灵这个 已经缩减了很多恐怖的那种片段 以及修改了不少的设定 才堪堪过神 由此可见 魔道祖师究竟是有多危险 而此时此刻 正是可以扭转局面 改变未来的穷奇道截杀的剧情 只要把这一关走好 接下来只要做到步步为营 想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按照穿越的老套路来说 只要让所有的一难平都消失 那么想来 能够穿越回去的方法 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如今只能够一步一步走走看了 穿越这种匪夷所思的东西 如果真的发生在你身上 你不在那个世界做点什么 你想回去 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蓝宗主 你想知道什么 王毅周见周围的人都沉默了 觉得自己应该要开口说话了 不然就现场气氛着实有点尬 哦 公子 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蓝锡尘从始至终 都是非常温柔地笑着 别 别叫我公子 你可以直接叫我王毅周 听你叫我公子 真的是 有点让我起鸡皮疙瘩 王毅周看着自己手上的鸡皮疙瘩 有点无语 我能告诉你的 自然是我知道的 最主要的是 你们想知道什么 不是吗 真是让人可喜可贺 就算饰演了刚正不阿的赤丰尊 智商都没有掉线 蓝锡尘嘴角有点莫名的抽搐 让他叫和大哥长得这么像的人 王毅周 着实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 在场的赤丰尊手上的茶杯 终于要鲜了 而在赤丰尊身边的聂怀丧 身体在不停地发抖 同时也深深地同情 这个叫王毅周的人 聂怀丧特别想提醒一下 跟他们特别像的两个人 让他们两个不要这么嚣张 没看到大哥 现在脸色都不大好了吗 大哥 吉里在一旁喊 用眼神示意一下 大家好 我是吉里 哦 知道了 王毅周点了点头 现在 我们还是来分析吧 朱赞景琢磨着人都已经到齐了 现如今还是来干一件大事吧 金宗主可能疑惑 我们为什么会到这里吧 说实话在的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既然来到这里 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想 我们接下来 要说的话 你心里也大概明白吧 我以为你会没有任何暗示 直接来说 没想到你做人这么含蓄 王卓成在一旁点评到 朱赞景这番话 我就是喜欢含蓄一下铺垫一下怎么了 是招你还是惹你了 朱赞景听到这样的话 就不乐意了 好了好了 都别吵 刘海宽今天又当何事了 情况 我们也大概知晓 不就是金公子身上的千疮百孔 我们可以告诉金公子 究竟是谁给你下的 本视频由编外书制作 陈情穿越 第四集 你们这一帮人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现如今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会信任你 再说了 你们既然知道 你们肯定也是参与了吧 金子勋在这个时候 突然灵光一闪 反咬了一口 这句话说得好 没错 我们既然知晓 那肯定是参与了的 吉里在一旁疯狂赞同这番话 你怎么回事 我们都没参与 轩路赶忙把吉里拉到一旁 小声说 吉里在这个时候 却没有搭理轩路 反而是自己继续说下去 既然我们已经参与了 又为何要趟这趟浑水呢 而且 你刚才不也是看到了 他们两个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从头到尾 都是在陈述一个观点 我们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能知道 你们的事情 自然是有我们的办法 干你屁事啊 我们就是知道怎么滴了 轩路听到这番话 疯狂的心里鼓掌 说得太对了 听着特别爽 没错 我们居然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都是一个疑惑 至于到底 为什么还要烫 这趟浑水呢 不就是想让你们帮一下我们吗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回去 所以要依靠你们的力量 我们大家互帮互助不好吗 你们都别生气 肖战拉住了一个脾气略微暴躁的吉里 他以为原本应该是王一周先脾气暴躁来着 毕竟他们原先还在演戏 有点出不了戏的感觉 吉里在听到他的朋友们都说 让他冷静的时候 也没再冲动了 王一博一把把魏无限推给蓝忘机 对着蓝忘机冷酷无情的说 看好你的老婆 别让他给我乱讲话 千万不要让他给我当场来一个表演节目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表演吧 蓝忘机 魏无限 两个人面面俱色的 被这么一波操作弄得有点猛逼 并且相顾无言 金宗主 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只是来邓卿一下这次事件 肖战严肃起来 超级让人害怕 金子勋公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随便揣摩认为给他下咒的人是魏公子 我烦请金公子拿出证据说话 轩路总算听到了最想听到的话 对 不单只没有证据 还随便揣摩 在我们那里你可是要被拉去坐牢的 你这个属于污蔑罪 汪卓成在一旁补充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是能够找出到底是谁给你下咒的 这个人自然就是 王一博准备脱口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 发现王一舟已经把人给拉过来了 顿时心里给王一舟点了无数个赞 苏舍 王一舟可没有管其他人心里怎么想 直接把人拉到大家面前 然后狠狠地把他的衣服给撕掉 露出了背后 那是千疮百孔反噬的痕迹 你 竟然是你 金子勋在看到这个痕迹的时候 顿时牙狠狠地 立刻提剑和他打了起来 苏舍可不是一个会吃亏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暴露了 只能选择逃跑 不过这里有个一心想到他死的人 怎么可能会让他得逞 两个人在这里战斗施展不开 只好在其他的地方战斗 所以越打越远 在场的所有人 可没有管他们是如何打架的 他们只知道真相既然出来了 那么他们金家人 就是污蔑了魏公子 污蔑可是一个大罪 金宗主 你认为该如何处理 朱赞锦长着一张 很像金光瑶的脸 此时微笑地看着金光扇 满满的不怀好意 看着就让人觉得 此人不好惹 金光扇猝不及防地被点名了 脸上却没有半点惊慌 心里怎么想的 却没有人知道 这位小公子都这么说了 那我自然不好再说什么 金光扇此时明显是想护助金子勋 他狡猾地说道 那要不这样子 我们先关他几个月的禁闭 然后再让他抄书 我想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 他就不会这么 再这么随意冤枉魏公子了 对吧 金宗主 我可不这么认为 王一舟听到这番话 心情都不好了 这个问题是你的问题 你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可不满意 要知道有句话说的好 真相可能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这句话我很赞同大哥的 吉里也在一旁附和着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 而且影响也很大 我觉得怎么这也应该给金公子 点皮肉之苦 才让他尝尝记性吧 金宗主居然这么厉害 就让他关禁闭 然后再抄书 你觉得他会服气吗 此时最不该说话的扮演者 曹玉成突然之间开口附和 顿时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他 因为他的长相十分像金子轩 而他们又是从其他世界来的 知道的事情可能很多 所以大家本身对他们的 关注力就很大 而且一言一行 都备受大家关注 如今这么一附和 众人才知晓 好像这些从其他世界来的人 都不太喜欢金宗主 似乎总是把话题往这里引 而且还把这个千疮百孔的问题 给解决了 这怎么看 都像是在维护魏无羡了 他们是该不会是魏无羡 用了什么办法 从其他世界弄过来的吧 这一陵老祖 真是太恶毒了 关键时候 还是汪卓成解救了曹玉成 只不过这话题 似乎转移的相当僵硬 金宗主 我们一群人 都挺同意刚才纪理的说法 说句实在的 我想当事人也是挺同意的 不受点皮肉之苦 怎么能够长点记性这个道理 我想在座各位都懂吧 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抄书 估计金公子可能还会有怨气 甚至 后面的话虽然没说 但是该懂的人都懂了 不该懂的人也懂了 汪卓成见这个说法 让金光扇无话可说 心里高兴得很 在拍陈情令的时候 他其实就对这个金光扇特别不满 但是碍于那个是拍戏 而这里是现实 所以他可以狂对他了 金光扇现如今可是欺虎难下 现在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如果他现在不这么做的话 相信他肯定不能服众的 那既然如此 就按照这几位公子来说的办吧 接下来 大家都平平淡淡地 把这次问题给结果 这个闹剧般的满月席 这么过去了 温柔尔雅的蓝西辰 在离开之前叫走了刘海宽 声称他想跟他聊一聊 具体聊的什么内容 就不可知晓了 不过有一个内容 倒是还能猜到 比如说唱的那一首歌 真的是异常洗脑 而且又拉耳朵 朱赞景则是非常直接的 把金光摇拉过来 声称也想跟他聊一聊 具体聊什么 暂时不可而知 总之从远处看上去 他们两个聊的还是挺快的 王毅周和吉里两个人 只是很光明正大的 就地与聂明爵和聂怀桑聊天 吉里很开心地拉住聂怀桑 手上也拿着一把扇子 跟聂怀桑谈天说地的 王毅周这边 可谓是比较严肃 两个人都在非常担心着 对方弟弟的未来 聂明爵虽然没有把这样的话说出口 但是他脸上已经非常明显地写着 你弟弟也和我弟弟这一副德行 你怎么也没有把他管好 王毅周相当无奈 他能说这个不是他弟弟吗 他们只是演了一场戏 然后在戏里面是兄弟罢了 结果你这么冤枉我也很无奈 宣璐和曹玉成两个人开开心心地在那里聊天 而在他们身边的就是宣礼夫妇 江艳离的手上还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孩子 精灵 四个人都在聊如何照顾孩子 如何给孩子喂吃的 如何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如何教育叛逆期的孩子等等之类的问题 不过宣礼夫妇可能不太知道 在他们面前的这两位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 他们也是单身这些育儿经验都是从他们亲戚的嘴里听过来的 但是这些宣礼夫妇暂时还不知道 等他们知道的时候 脸上可是无奈极了 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聊这些问题 幸好他们不尴尬 汪卓成就把江城拉到一旁 准备和他好好谈一下心理健康的问题 并且在他手上还拿了一堆资料 心理健康测试题 准备让江城好好写写测试一下他的心理健康到底有多严重 作为一个对心理健康比较感兴趣的人 汪卓成表示这个非常重要 心理健康必须重视起来 就是不知道在江城看到这一堆心理健康题目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了 蓝忘机本想和自己兄长一样 把王一博也拉到一旁 好好谈谈他之前和自己说的老婆这一词 以及他所知道的未来 但是看到王一博在看到众人散会之时 赶紧把肖战拉到一旁准备谈的时候 他就知道恐怕想谈也谈不了了 索性就放弃了这件事情 叹了一口气准备去找魏无羡 可惜不需要他去找 魏无羡自己就找上他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 也去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好好聊一聊 魏无羡头上的红绳 摇摇晃晃实隐实现 从远处看去你只能看到穿黑色衣服的人 那头上的一点红色 整体感官可谓是邪魅极了 蓝忘机也配合着魏无羡的步伐 风吹过来抹额飘动 整个人看上去仙气极了 蓝战 你现在只知道 他们是从其他世界来的 而且知道我们的未来对吗 魏无羡突然间转头开口问 蓝忘机没有犹豫 是 魏无羡想了想 继续道 他们掉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洞 但是他们一出来之后 那个洞就瞬间消失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过来 应该是动了什么东西 才会来到这里的吧 蓝忘机肯定 此事是机缘 魏无羡点头 对 是机缘 蓝忘机突然停住了脚步 魏无羡虽不知为何停下来 但是也特别配合地停下了脚步 魏无羡正想开口问的时候 突然听见了声音 才明白 感情是因为有人在这里 不过仔细听这声音才知道 这个是肖战和那位 拉他走的公子的声音 狗仔仔 好了 不要生气了 战哥 你还知道我生气了 我当然知道你生气了 好了好了 我错了我不敢了 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 还有下次 没没没 没有下次 那你知道你错哪里了吗 啊 这个 你都不知道你错哪里了 你就给我认错 你下次肯定还敢做 那狗仔仔你又不告诉我 我做错了什么 你还需要我告诉你 好了 狗仔仔 好 我告诉你 你做错了什么 王一博不停地来回走动 语气非常激动 肖战被这一波操作搞得一脸猛逼的 但还是很尽知尽责地哄着他的狗仔仔 谁叫他的狗仔仔 总是喜欢吃醋 而且这吃醋的点他常常都get不到 你做错的事情就是你来到这里 不是和我在一起 而且我还等了你那么久 王一博才不会说自己听取了他们这么多的意见 然后想了想在自己战戈可以解决 还是在原地等战戈自己过来比较好 如果自己贸然去找的话 还可能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毕竟这路上会耽搁很多时间 有可能他们还会因此擦肩而过 说实在的擦肩而过这个词 王一博超级讨厌 因为这回耽误自己这么多时间 还会错过许多 就像当初那样子 若不是后来他们还一起参演了陈情令 恐怕这一生都会擦肩而过吧 肖战对于这个也是特别无奈 他们掉落的地点 应该是和自己饰演的人物很近的地方 这个掉落地点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他们现在掉落的是穷奇道的剧情 如果是百风山围猎的剧情 他们怎么可能会相隔那么远呢 肖战自认为 自己比他年长六岁要大度一点 所以他主动认错 我知道了 下次我争取离你近一点 王一博对于肖战这种态度可不乐意了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因为自己年龄大 所以才让着自己 而且总是哄着自己 最讨厌战哥这种态度 我要的不单只是你的认错 我还要你的态度 我们两个可是一对的 我是你的爱人 不可以总是你迁就我呀 看看你刚才做的事情 你刚才主动认错 然后我就生气了 王一博在生完那个气之后 又生这个气了 肖战特别无奈 主动认错也不行 不主动认错也不行 这要他怎么搞啊 王一博也知道自己 这突然之间的话题 让气氛有点尴尬 所以他主动揉了揉自己战哥的腰 轻声说 我不生气了 还疼吗 肖战见王一博这个态度 也知道他冷静下来了 也轻声轻语地说 疼啊 怎么不疼 都叫你轻一点了 做这种事情 你怎么让我冷静下来 怎么轻点啊 王一博非常理直气壮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男人在床下你说什么都好 但是一旦上床你说什么都不好了 肖战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很是无奈 肖战今天依然很疑惑 自己究竟是怎么把这个小朋友挤仰歪的 狗仔仔你啊 王一博刚刚扬起一个微笑 突然听见了有人踩到树枝的声音 两个人顿时看向那个地方 猝不及防映入眼帘的 居然是魏无羡和蓝忘机 他们两个怎么会来到这里 本视频由编外疏童制作 陈情穿越 第五集 四个人站在这静谧的地方 互相对望着 气氛满是尴尬 当然主要是望羡二人觉得尴尬 博君一笑这两位可不觉得尴尬 毕竟这两位可是在原住是会在一起的 这种事情被他们发现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又想了想 觉得这两个家伙是跟他们一起秀恩爱吗 最终打破沉默的还是王一博 他说 你们刚才把我们的对话都听到了 魏无羡有点尴尬 是的 王一博又回头看蓝忘机 你和他一样听到了 蓝忘机有点僵硬的点头 王一博心里面很是坦荡 反正这种事情 他们早晚都会知道 更何况他们两个也是扮演他们 望羡两人未来可是道理全天下都知道的 再拖他们两个也无所谓 毕竟他们也是扮演望羡二人的 出柜也是很正常的 肖战虽是年长 但是始终还是比小一点的王一博 有更多的顾虑 现在的望羡二人 并没有在一起 他有点害怕 连他们也露出那样的 不过韩光俊肯定不会 毕竟他现在已经有那个心思了 只需他们多加点拨即可 魏无羡也不知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反正突然之间很僵硬地开口说 所以 你们两个是道理 肖战特别坚定 我们两个是道理 魏无羡歪了歪脑袋 然后整张脸摆出很疑惑的模样 你们刚才在打情骂俏 王一博立刻反驳 我们没有打情骂靠 我们是在讨论问题 魏无羡对断秀这种事情 还是很宽容的 只不过 心里还是带着一点 自己也不明白的情绪 毕竟这两个断秀的人 是其他世界的人 而且 有一个长得和他很像 以及一个长得和蓝战 有三四分相似的人 强行把这种奇怪的情绪压下 回着王一博的那一个答案 你们确定 你们刚才的话题 是在讨论问题 而不是打情骂靠吗 我根本没有听出 你们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反而是听出了 你们在不停地秀恩爱 肖战不想再讨论这样的问题了 非常果断地转移一下话题 不然这话题 恐怕会越偏越远 万一聊到十八镜 那就惨了 所以 你们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 而回答的人是蓝忘机 我和魏英来此的目的是 为了讨论 你们究竟为何会来到我们的世界 以及该怎么让你们回去 肖战也在沉思 这件事情 我们也很是疑惑 我想 我们应该是要触发某种条件 然后就能回去了 魏无羡连忙追问 他实在是太好奇了 那究竟是触发何种条件 肖战脸上满是苦涩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要是早知道了 我还待在这里吗 蓝忘机摇头 此事荣厚在意 王一博疑惑地问 为何 蓝忘机扫了几眼这里的环境 这个地方隔墙有耳不宜久留 只是这两人竟没有意识到 只好提醒到 此地不宜久留 前台词明显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既然都能来 那么明显 这个地方就不能说这么多 需要找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叫好 隐蔽的地方 大多指地下室 或者禁区之类的地方 魏无羡也赞同 确实如此 既然望羡两人都如此说了 伯军一销两位 肯定也是非常乐意 他们要试试看 所有能触发的条件 这些触发条件 肯定包括告知他们未来的事情 如果能找到一个独处 又不能被别人听到的地方 那自然是最好了 所以 四个人达成一致 很开心地上路 找到了一间隐蔽较好的地方 开开心心地坐在一个桌上 开开心心地倒壶茶 开开心心地聊了起来 虽然到后面 明显四人的笑容 渐渐已经没有了 但是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还是让四个人都算满意的 究竟他们聊了什么 恐怕只有 那个地方的所有用具 以及他们四个人才知道吧 与此同时 可怜的渝冰 终于到达了精灵台 却发现他们 所有人都已经离席 只留下了一个 不知所措的萌萌的温宁 一个凶师 一个人都面面俱色地看着对方 一时之间 不知该如何是好 渝冰沉默半想 你就是温宁吧 温宁乖巧点头 随后赶紧看看 附近有没有公子 一时之间 就忘记了之前公子 就嘱咐他在这里 待着不要过去 他要先和兰湛谈事情 渝冰知道 温宁这举动是为了什么 所以他特别无奈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人居然能胆小成这样 他现在也不是人了 应该说是一只鬼 啊 你不必紧张 渝冰揉了揉太阳穴 我们先找个地方聊一聊吧 比如说聊些家常 你姐姐之类的 温宁听到这话一愣 随即点了点头 渝冰拉着温宁坐下来 拍了拍温宁的肩膀 你应该知道你们的命运吧 温宁点头 嗯 渝冰转了一下话题 他们之所以走了 是因为我的那些朋友他们来了 然后把他们拉过去 和我现在这样跟你面对面的聊天这种情况吧 温宁依然在点头 嗯 渝冰笑了笑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必什么都瞒着你了 直接开口说了 温宁缓缓开口 公子 请 渝冰仰起头看着天空 叹了一口气说 说起来我们其实挺有缘的 我是扮演你的 准确说 我在我那个世界演了一部戏 在那部戏里 我是扮演你的 也就是说 我在某种一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你 所以你也不必惊慌 温宁紧张中 带又带点结巴说 这个 听魏公子 说过 渝冰点了点头 那就行 我就不做废口舌了 你在这部戏的结局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太满意吧 话说这里的剧情 是不是进展到穷奇到结杀 温宁满脸迷茫 渝冰就知道 温宁可能听不太懂 他真的想不到的意思 索性换了一个问法 我的意思 是你现在是在参加 精灵的满月席吗 哪曾想到 温宁摇了摇头 我 呸 公子 来的 渝冰立刻了然 那也就是说 你们已经经历过穷奇到结杀了 有我的同伴们在 看起来血洗不业体的 这个剧情 估计是没有了 那我主要告诉你 千万不要失控 温宁原先不能做出表情的脸上 此时此刻好像在皱眉头 渝冰原先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可继续说下去 发现并不是 按照原先的剧情 你会在穷奇道那里杀了金子轩 你知道金子轩的死 对魏无羡来说意味着什么吧 意味着他的姐夫死了 他的姐姐要守寡 所以 你能想象得到他精神有多崩溃吧 渝冰虽然是反问 但其实是非常的肯定 魏无羡一定会很崩溃 毕竟在原著中也是这么写了 温宁抱住自己的头 这都是 我的 错 渝冰继续说 当然不单止这些血洗不夜天 那更是可怕 在不夜天城 魏无羡更加失控 那时候那天你不在那里 所以穷奇道截杀 其实不是你失控 而是魏无羡失控了 温宁反驳 是我们 害了 公子 渝冰摇了摇头 即使没有你们 魏无羡他 也会失控的 这是早晚的事 温宁低头不语 整个人好像陷入了什么纠结的事情一般 渝冰继续打击温宁 因为穷奇道发生的事情 你们觉得 这是你们的错 所以你姐姐和你去请罪了 可是结果 就是你姐姐错骨扬灰 而你被秘密地藏了起来 金光扇试图把你并为 他所用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温宁喃喃自语 姐姐 渝冰摸了摸温宁的头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不再血洗不夜天的原因 在那之后 乱葬岗就被围剿了 那上面的人也没了 只留下了一个温月 这个孩子 还是被韩光俊救下来的 温宁顿时抬起头来 看着韩光俊离开时的那个方向道 该 谢谢 韩光俊 渝冰点了点头 在血洗不夜天中 魏无限因为失控了 觉得所有人都要与他为敌 最后还是 他师姐出现的时候 他才渐渐地冷静下来 可那个时候 他师姐突然把他推开 替他挡了一箭 然后死了 之后 也能想得到 温宁疑惑 为何 渝冰当然知道 这为何是指什么 只是这有什么好为何的 不就是想要把这些都告诉他们 然后去改变吗 我告诉你的 只有一些 渝冰在刚才说完那些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他的身体 准确是他的手 好像在透明化 他就明白了 他可能要离开了 毕竟该讲的都讲了 啊 我可能要走了 再见 温宁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 去找你的魏公子吧 他可能知道的 比你更清楚 毕竟我那些同伴们 解释得更轻啊 温宁还未说什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渝冰一点点的透明化 一点一点的在他眼前消失 温宁知道他 已经回去了 知道了够多了 就没有必要知道更多了 改变不就好了吗 温宁慢慢消化 刚才给了信息 事实上信息太多 他一时之间消化不来 但是没关系 他身边还有魏公子和姐姐 他们都能理清的 现在 他有点不知道该去哪了 回乱葬岗找姐姐 然后再告诉姐姐这些信息吗 还是在这里继续等着公子 这里的一只凶狮 在不停地惆怅 甚至思考人生 不是 是鬼声 而另外一边 则是温馨极了 不过始终还是谈论到沉重的话题 他们庆幸的是 这些事情都要过去了 江彦离和金子轩两个人 都面面俱色地 消化刚才这两人给他们的信息 原来在刚才 他们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吗 穷奇到截杀 明明是五个字 却说出了背后多少的故事 这些故事全都是悲哀 金子轩突然开口 既是如此 那我们现在该做的 就是让魏无羡认清楚是吗 曹玉成猛逼了一下 赶紧反驳 你们的当务之急 可不是这件事情 魏无羡那边有我们同伴在 并不需要你们担心 轩鹿也在说 我想你们现在要小心的 应该是金光扇 也就是你的父亲 曹玉成点了点头 关键是要把你们 来临金氏的风气给整顿一下 特别是像金子轩那几个 每次看到他们 我都恶心地想吐 这种人我觉得 他们可能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都不想站在他们附近 跟他们呼吸同一片空气了 轩鹿在一旁附和 还有 只要你父亲倒台了 然后再把你的蓝铃金氏 整顿起来 这样子才能够幸福地生活 不然等待你们的 就是有无穷无尽的算计 你父亲总是在算计你 甚至连你的命他都不在乎 江艳离沉默着 视线突然之间看到 眼前的两个人 好像在透明化 你们 好像在消失 俩人才注意到自己的状况 看来把该说的都说了 自己就该从这个世界里彻底消失 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你们记住我们说的 如果不这么做 你们可能 曹玉成还会说完就消失 轩鹿一直在笑着 看着江艳离 我知道你在顾忌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 女人就是要强势起来 我相信你可以的 你们两个一定要幸福下去 一直一直幸福下去 这是我给你们的祝福 那么 再见 江艳离小声地说 再见 我记住了 金子轩一只手抱住江艳离的头 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腰上 不停地拍着 江艳离也顺从地靠着 两个人都知道 现在大部分人 都是站在他们的阵营了 他们实在是太会劝人了 夕阳西下 一对家人拥抱在一起 幸福极了 相对这边的幸福而言 那里可谓是血雨腥风 江城清金抱起 咦 什么意思 他手上拿着一叠纸 纸上写着不少题目 上面已经有书写的痕迹 就说明江城已经开始写了 只不过他开始暴躁了 汪卓成可不怕他 哎呦喂 不就是几道题吗 你作为一个宗主都做不完 你会不会有点太那啥了 江城顿时气急了 连自己之前 为什么生气的原因都忘了 立刻反驳他 这是几道题吗 这根本不是几道题好吗 这是几百道题目好吗 汪卓成 确实就是几道题啊 我几下就能做完了 我之前就半个小时而已 江城给了汪卓成 一个死亡微笑 一边笑着 一边把纸拿起来 翻到最后一面给汪卓成看 确实是啊 你看看这上面二百五十道题 汪卓成不以为然 我以前做过的题目 可比这些多了 你不用这么着急 也不用那么生气 多做一点速度就快了 快点写吧 江城皱了皱眉头 不知该如何反驳 最后还是拿起笔 继续写那些可怕的题目 这上面的题目都是些什么鬼 先不说第一道题问你是男是女 这个还能理解 第二道题就更为奇葩 他居然问你头不头疼 这有什么关系 不过居然这家伙说要按照真实情况填写 那还是写一个轻微的头疼吧 但是下一题又是什么鬼 什么叫神经过敏 心里不踏实 根本没这种情况 我的头脑中 怎么可能会有那些不必要的想法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好吗 还有 我现在的情况也不能头晕 也不能昏倒 谢谢 这些都是什么奇葩题目 嗯 对异性啊 暂时不想搭脸 没时间 本视频由编外书制作 陈情穿越 第六集 江城一边碎碎念一边填写 时不时暴躁一下 终于填完了 一点都没有在乎他眼前的汪卓成 在看到结果的那一刹那 在思考 要不要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 这该不会他的病情更严重了吧 自己怎么能当这种罪人呢 汪卓成不得不自己打破沉默 如果再让这两对情侣秀下去 他会疯掉 当然 这里还有个可怜的单身汪 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还是一个幸福呢 其实他都能想象到 江城知道这些的时候 有多想抽味无限了 虽然不太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在一起了 不过他们的气氛 应该是在一起了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事实都是这样了 之后知道真相的江城 一定会抽人的 对于这些他 还是很能理解的 毕竟他也想打人 因为他也是个单身 请对单身的孩子好一点好吗 等魏无限自己笑到停了下来之后 六个人才开始正式交谈 江城先对魏无限 率先表明自己的情况 并且进行了总结 他让我写了一堆 不知道是些什么奇怪的题 然后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跟我说 你们来了就知道了 魏无限也配合无比地点了点头 然后下一秒就扑到蓝忘机的怀里 整个人直哆嗦 看起来像是被江城欺负哭了 实则是笑到整个人抽搐了 肖战对汪卓成说明了 他们把之后的事情 都告诉了望线之后 两个人终于互通心意了 王一博还特别说明了下 当时的场景 魏无限整个人都不知是神游了 还是怎么回事 总而言之没有反应 蓝忘机一直很担心地看着魏无限 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为了魏无限 被自己叔父打了33遍 甚至还让乱葬岗的那个孩子 加入蓝家族谱 因为这个孩子 他还跪了三天三夜 魏无限一直都没有反应 蓝忘机也没有说话 只是等他慢慢恢复过来 这个时候的蓝忘机 应该是不奢求魏无限的任何回应 甚至有些害怕 魏无限会因为这个而远离他 嗨 要我说 魏无限怎么可能会远离他 巴不得时时刻刻 黏着他呢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等魏无限反应过来那一刹那 直接一把抱住蓝忘机 大声喊着 蓝忘机 你听好 我 魏无限喜欢你 特别特别喜欢你 是那种喜欢 你们知道吗 当时蓝忘机整个人都愣住了 好像不敢相信这个表白一样 感觉自己身处在自己的幻想之中的那个样子 当时我都笑出来了 当然只是在心里笑 当面笑的话 我估计会被他们砍 肖站在一旁默默点头 何止会被砍 会被打得很惨 王一博又继续他的演讲 那个时候 蓝忘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魏无限以为蓝忘机没有听懂 当时又重复了一下原著中表白的那些话 那些话 这里就不重复了 你们懂得 蓝忘机反应过来之后 也回报了魏无限 两个人简直要把对方揉进自己的体内那样子 看起来黏黏腻腻的 真的是 当时蓝忘机只说八个字 我顿时觉得果然是蓝忘机 这字也太少了 汪卓成整个人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 连忙问这八个字是什么 王一博酝酿了一下 用着蓝忘机的口吻说 魏英我的 我的魏英 好家伙 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原谅我真的孤陋寡闻 原来自少表白起来 也只戳人心窝啊 两拨人讨论都差不多 然后干脆坐在一起 好好讨论一下未来之事 望羡二人是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 但是江城却什么也不知道 过程肯定是无比艰难的 有争吵争执 也有哭泣的声音 可是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 丝毫不后悔 无论是抛金丹 还是当时引开温家人 等魏无县和江城两人冷静下来之后 场面才没有这么有炸药的气息 肖战觉得这个和氏佬的位置 真的是太难当了 劝家劝了恩惠 汪卓成好死不死的破坏气氛 你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就差不多该消失了吧 王一博特别好奇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按理来说 按照他的性格 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是我们那个世界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于是开口问汪卓成 是不是在我们的世界 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 要赶着回去处理 汪卓成是这么回答的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主要是想吃点东西 此话一出 在场的四个人迷之沉默 吃吃吃 天天就想着吃 咋没把你给吃胖了 正当不知道该如何化解沉默的时候 蓝忘机突然发现 眼前的三个已经开始有点透明的现象了 魏无羡也很快反应过来 他们要回到他们的世界了 可能这次是最后一次相见 江城虽然很生气汪卓成之前的举动 也很痛恨未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对于他们的出现 还是很感谢的 现如今 他们就要离开了 心中也没有不舍 不过倒是希望可以让他们留下 做做客进到地主之意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莫名其妙地出现 然后又准备悄无声息地消失 不用觉得惋惜或者遗憾什么的 我们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帮你们解决未来的遗憾 肖战笑着对魏无羡说 王一博也紧跟齐上 一边默默点头 一边用着他王氏面瘫 对蓝忘机说 战哥 说得没错 汪卓成只是朝着江城点个头 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两个人却知道对方想说什么 毕竟这是扮演他的人 没有深刻地去了解他 专言他是不可能适应他本人的 所以大概也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是他们独特的告别方式 从陈情令开始 从陈情令结束 这部电视剧之后 再也没有魏无羡 再也没有蓝忘机 再也没有人能够扮演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因为他们已经见到本人了 着实没有必须搬门弄斧的 更何况 已经改变了不少不是吗 正如粉丝们所说 肖战不是魏无羡 王一博不是蓝忘机一样 他们这些饰演的人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们 他们只能是自己 所以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穷其道 精灵台 其穿越 被改变 那天是改变之日 也是他们幸福的开始 连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祝福 一起走向幸福的彼岸 第4个 第5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